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 還有過去工程留下來的種種缺失 但是市主積極改善 機動轉運站終於啟用 市長謝國良算了一下 前朝沒做好 他任內才搞定 不過通常民進黨議長 又把這臉洗回去 我們要感謝林友常市長 在任內大力的來規劃 為什麼我講到林友常 麥克風的問題 如此尷尬當場交貨 全因民進黨前基隆市長 林友常先發球 連書發文說這轉運站 任內99.7%已完工 行任市長怎麼沒揪 畢竟前市長不只身為民進黨秘書長 也在拆量行動中主力不少 讓民進黨不得從冷處理 轉為熱反擊 為了反制拆量行動 國民黨中央也發起了顧量計劃 基隆市長謝國良將親自到黨中央商討 後續動作 傍晚謝國良親自到黨中央商討 接下來的顧量戰略會談一小時 據了解謝國良已有準備也有共識 接下來從黨中央到立院議會黨團 還有基隆市府將組成四方聯盟全力迎戰罷免 有非常多反制的行動 其中一項就是針對罷免同志委議長 除了藍營動起來白營也沒置身事外 如果把個人的恩怨建立在來利用民眾作為罷免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也不好 藍白河示範區民眾黨副市長大力相挺 而罷免團體喊話雖收件已破四萬門檻 但五號前目標收件160%拼過五萬 多的作為未來補件數量 大罷免時代已見在顯上 TVBS新聞林玉成 莊凱玉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